如果让你选十种工具 在每天给你七万元人民币 你会在北极坚持多少天 可能很多人会说 能坚持到节目组破产 实际上 就算是专业的野外求生高手 也不一定能在北极待满一百天 这是荒野独居节目 奖金金额最高的一季 也是难度最高 挑战时间最长的一季 来参加的有荒野求生的大神 也有退役的特种兵 但无一例外 他们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磨难 如今挑战已经进行到第四十天 还剩下六名参赛者 然而在这期节目中 又会有两名参赛者退出 又是因为什么呢 上集我们说到 波罗哥的庇护所不幸被点燃 那么他能度过这次危机吗 还好波罗哥比较冷静 他趁着火势还小 就将着火的部分扔出庇护所 不过即使他抢救及时 庇护所也少了一堵墙 只留下一堆煤烟子 之所以着火 是因为火星飘到了干燥的火熔和松针上 再加上今夜的风很大 于是他的家就没了 波罗哥虽然表面上说自己不会因此退出 但他的处境却很艰难 本来就没有食物 现在连庇护所都被烧了 内心的悲凉可想而知 然而 人类往往越是在这种时候 就越能想起家人 波罗哥此时烤着火 回忆起儿子第一次叫他爸爸的情景 别提有多幸福了 在被冻了一夜后 波罗哥打算重整齐骨 一大早就起来 重新修剪庇护所 他一边工作 一边给自己加油打气 波罗哥打算将防水布放在里面 这样就能起到防火的作用 来到北极的第41天 你很难想象 挑战已经进行到现在了 乔治的庇护所还没建好 这么多人 就说他的庇护所南北通透 四处漏风 甚至连个大门都没有 可人家却一点不着急 平均一天砍三根木头 没事就发发呆 吃饱了就躺一会儿 这不一早起来就做了套操 做完操后 乔治开始砍树 可还没砍多少呢 就又躺下了 感觉其他人是来荒野求生的 他就是来磨时间的 乔治解释 是因为他摄入的脂肪少 所以没啥力气 那你为啥不在一开始 就把房子建好呢 再来看看佛系玩家 印第安人 这几天他捕到的鱼越来越少 体重也随之下降 无奈之下 他只能去设置陷阱 印第安人通过雪上的脚印 判断兔子出没的痕迹 然后在路上设下套索陷阱 只是这些脚印除了兔子的 还有狐狸的 当然当地是禁止猎杀狐狸的 所以他得时时刻刻防范 这种保护动物 夺走他的食物 为此他决定做个长矛 抵御他们 在北极人和动物是平等的 谁更强 谁就能获得更多食物 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地方 这不 还没等他做完 就听到不速之客的声音 无论是什么动物 他都得赶紧出门看看 如果他晚来几分钟 那么这只兔子就有可能被狐狸吃掉 隔天一早 印第安人就将兔子清理了 他之所以来到这里 就是希望给萨尔瓦多的乡亲们长长脸 可就在这时 狐狸闻到了兔子的气味 大摇大摆的过来抢吃的 任凭印第安人如何叫喊 他也毫不畏惧 可能他在想 也是保护动物 也用免死金牌切菜了吧 显然这只狐狸十分嚣张 没办法 最后他只能用钝图键将它吓走 再来看看心态最好的考拉姐 他在用牙刷刷牙 别问我牙刷哪来的 问就是节目组发的 在上集节目中 他一口气抓了四只兔子 即使他吃得很好 但还是日渐消瘦 因为兔子肉只能充饥 而没有多少脂肪 想要坚持到一百天就必须摄入脂肪 于是考拉姐戴上装备 准备出去打猎 没一会儿她就发现了豪猪的足迹 如果能猎到一只豪猪 那么脂肪问题就得到暂时性的解决 可这血面上 可不仅仅只有豪猪的踪迹 原来看上这只豪猪的不仅有考拉姐 还有一只狼 或者是一群狼 与此同时 另一位女性参赛者大林子 正在对着摄像机诉苦 这是她第一次这么长时间 独自在野外生存 这让她十分想念丈夫的手掌 大林子的意志力也在逐渐下降 正所谓乌漏偏逢连夜雨 本来大林子的情绪就很差 当她去查看陷阱时 发现她的猎物全都被蛇蜊吃了 现场只剩下些皮毛 看来这蛇蜊还挺讲究 还给她留了点念想 可这也让大林子很绝望 她第一次产生想要回家的想法 此时的大林子真的很需要一个拥抱 一句鼓励 可这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冰天雪地 以及无限的孤独 这种时候哭泣也是在释放压力 再来看看史上最扛动的参赛者乔治 他在第一个陷阱处发起一只血兔 但等他查看第二个陷阱时 却发现兔子还活着 兔兔那么可爱 当然要给他一门棍啊 接下来第三个第四个陷阱处都有兔子 好家伙 又一家兔子被团灭 这下有了失误 该把庇护所建好了吧 吃了那么多兔肉 却砍不了几根木头 有够让人无语的 可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你能听到吗 只一群狼在嚎叫 这是他们发起进攻时的号角 倒霉的是 乔治是这群参赛者中唯一一个 没有选择弓箭而选择睡袋的 如今这情形 也不知该说他卷得好 还是卷得不好 毕竟他确实是靠着睡袋 才在四处漏风的庇护所中 度过这么多天呢 来到北极的第43天 吃饱喝足的乔治 只砍了一会儿木头 便直呼不行了 乔治这种状态 真不知道还能坚持几天 与此同时 波罗哥正在葛优堂 在失去庇护所和食物的双重打击下 很明显他已经失去斗志 一方面不甘心就这么放弃 另一方面却毫无信心 这样他十分纠结 明明早上吃了一整条小鱼竿 但他还是感觉很饥饿 难道是产生了幻觉 当他开始怀疑自己时 就证明离退赛不远了 来到北极的第44天 节目组开着下班的小船来到岛上 那么到底是谁拨打了退赛电话 是想念丈夫的大林子 是被一把火烧光所有的波罗哥 还是连庇护所都没建成的乔治 答案揭晓 就是要啥啥没有的乔治 遗憾的是 直到他走了 房子还是没建好 而依慕了一整天的大林子 在经过自我调节后 终于决定坚持下去 果然经过黑暗就是黎明 大林子一次性抓到三只血兔 这让他重拾信心 反观波罗哥已经开始自言自语了 在权衡利弊后 他决定回家陪儿子 有一说一 波罗哥的退赛还是很可惜的 就在他等待工作人员的过程中 小达吉已跑了过来 波罗哥觉得 这就是他之前放走的那只 自己要离开了 小达吉特地来送他一程 想到这里 波罗哥的眼眶有些湿润 在这44天中 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同时也错过了很多 儿子第一次走路 第一次讲话 他希望自己能健健康康的 陪伴儿子长大 相必他一定是孩子的骄傲吧 挑战进行到第44天 还剩下4名参赛者 他们分别是 一刀干翻700斤射牛的罗大爷 佛系玩家印第安人 每天必哭一场的大林子 以及十分乐观的考拉姐 你认为谁能坚持到最后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